好了,我现在用这个经文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唯有你们去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去圣洁的国度 去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照你们出黑暗 如奇妙获名者的美德 这个经文 昨天晚上我解释的时候 我当时没有 录音 所以我现在在录 我觉得当时圣灵感动我 非常带领我 明白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 其实讲出神很多的恩典 每一句都是恩典 你们去被拣选的族类 神拣选你们的 我们想到这个字 这个词 我们不但去讲出这个意思 我们要讲出的方法是令人 有感受到神的爱 神的恩典 不但去讲出真理 不但去有真理 而是任何人都会感受到这个美好 欣赏神的美好 享受神的美好 也能够有感动 被神感动 被拣选 如果你想象你现在是年轻的时候 你年轻的时候 你是没有结婚的 当时没有结婚 然后有一个你很喜欢的人走过来 对你表达 我看中你了 你想象一下 有一个人对你说 我看中你的 我看到你的美好 我很喜欢你 你会觉得怎么样 你会觉得 这个人也是你喜欢的 然后他走过来对你说 我看中你 我心中 我拣选了你 你会觉得很荣幸 是不是 这个人很看中我 现在我们是被神看中 他拣选了你 选择我们进入非常奇妙的族类 成为神的天国的一部分 你也想象一下 例如有这个太空计划 然后有一天 有一个人来到你的屋子 对你说 我们拣选了你 做这个太空人 你说 有没有搞错啊 你说有没有搞错 我能够做这个太空人吗 但这个人说 我第一次去看到你的 所有的数据 我觉得你是适合的 我们拣选了你 我们会觉得非常的荣幸 或者是你读书的时候 老师拣选了你做班长 有没有被老师选为班长 是不是很开心呢 这个神看中我们 现在拣选我们的 是不去补动人 是神 但很多人没有看到 这个拣选的特别 我们是被神看中的 是非常宝贵的 是拣选出来的 有特别的身份 有特别的代表性 我们代表神的 我们这个族类 我们应该有很强烈的反应 感谢主 感谢主 同时有 神也拣选 我们有些成为传道人 有特别的护教 都是神的 非常特别的拣选 我就说 神啊 我记得你去拣选我的 然后有郡真的气息 就是说 郡真是什么意思 就好像郡王一样 我们是好像郡王一样 我们就好像一个王子 一个郡王 你想象 这个郡王出来的时候 每个人都欢迎 都派长 我们是 非常地尊贵 我们是在神的眼中 好像郡王一样 即使是 将人带到神那里 我们是 代表神的 如果国家邀请你 你做这个国家的大使 要代表这个国家 去对另外的国家说话 你会觉得 哇 这个是非常尊贵的身份 我们是代表天国 天国做他的自信 我们有这个非常尊贵的 尊贵的身份 是不是很重要 我是尊贵的 但很多人是 好像一个孤儿 很多基督徒 生命好像一个孤儿 觉得自己 没有重要性 我不是重要的 我不是宝贵的 这个就是 他们 亲看了神的 看重他们 我们是非常尊贵的 所以你想象 你是非常尊贵 我告诉你 有一个人 我认识他 他常常去天堂的 他每一天 三个小区 打破神 后来神就开始 带他去天堂 现在他每一次 打破都去天堂的 他说 有一次在天堂 见到我 他说 见到我的时候 我是好像一个王子 非常的尊贵 我感谢神 我是无配的 是神的恩典 我感谢神 我分享 我不是叫 我是说神的 我们都是不配的 神 人 拣选人的时候 是因为人有 特别的 能力 学问 但神拣选 宇宙的 叫有聚会的 受惠 不是我们有什么 特别的能力 我告诉你 我威信耶稣 之前 我说话是 断断续续的 因为家庭都不看重我 所以我说话的时候 很多时候 因为觉得没有人听 所以我长了一半 就停了 但神去拣选了我 然后当我开始 来到葬会 分享我自己的事情 我就讲得很流利 因为我发觉 他们都听我说话 神的灵也改变我 马上将这个能力赐给我 我感谢神 神也赐给我能力 马上我一边讲 一边领受信息 这个就是神的拣选 你们每一个都是神拣选的 我们都说 我是神拣选的 我是神拣选 我是好像君王 这样的祭司 我是好像君王 这样的祭司 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这个世界上的国度 人都是很多罪的 但我们是属于神的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国家的人 都是没有罪的 都是很多很多的问题 很多犯法 很多伤害人 说话 得罪人 很多不同的罪 但这个圣洁的国度 在里面被神改变的人 身从神的人 都会离开罪 都会活出神的美善 知道罪必有破坏性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教育的更加厉害 这个是 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 所以神是看中我们的 我们是圣洁的 我们可以活出圣洁 如果我们有什么罪的意念 马上处理 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圣洁的 求神帮助我们 看到 圣洁并不是很远的 我们 留一大罪 这个得圣五不取 留一大罪 马上知道它有破坏性 圣经怎么样说 然后祷告求神的圣洁 求神给我力量 然后选择顺服 选择离开罪 选择离开 怒气 烦恼 罪的意念 我们都离开了 然后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我告诉你 我有一次 我的太太 我对她说了不同的话 我写了不同的话给她 然后她说 你知不知道哪一句我最喜欢 她最喜欢那句是什么呢 就是我说 你是我所爱的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她说她最喜欢这句 就是说 她是属于我的 她觉得很安全 神对人说 你是我的 我看中你的 有人欺负你 神说 你不要欺负她 她是我 属于我的 我看中她的 我每一个都是属于神的 但我们看到这个 神的特别的地方 怎样看中我们 我们是被神减省的族类 非常特别的 民族 有君臣的祭司 我们是有这个特别的身份 代表神的 是圣洁的国度 属于神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整天说 我是这么宝贵 尊贵 这么重要的 这样的话 我们整天都想到 神的美德 神的恩典 我们就会 圣洋 圣洋 那照我们出黑暗 入其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就会 圣洋 神的美好 因为他实在美好 这样我们提升 我们本来是软弱 有罪 负面的 没有力量的 但神现在拣选我们 我们就整个生命都 彰显神的美德 他的美好的作为 他的恩典 很多基督徒是 很多软弱 彰显出来 但我们是可以 彰显神的荣耀 我们说的话 都说出神的美善 神这么美善 他拣选我们 他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恩典 给我们同在 让我们每一个都说 神啊 你这美好 你是看中我的 我是很宝贵的 我是神特别拣选的 他有奇妙的计划的 我看我的生命 我告诉你 我看到神特别的拣选我 特别的拣选我 去一个神学院 这个神学院教导 这个平衡律法和福音 后来我将这个 拣选为平衡恩典和律法 不但去救恩 因为神的恩典 包括更多更多 各方面神的恩典 我觉得是神特别的安排的 神特别的预备 我觉得非常好 我的第一个太太 已经细劳归族的 我真的当时 我觉得是神带领我去 对她有好感 然后后来 我结婚 就是因为透过她的姐姐 她安排我 帮助我去这个神学院 整个过程 包括这个恋爱 都是神安排的 这个就是神特别的拣选 这样我能够学到这个道理 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个道理 当时就是平衡律法和救恩 但后来我看到神的恩典 去每一方面 不但去救恩 也是神各方面的恩典 我就非常的欣赏学 我当时我记得在神学院 我学的时候非常的开 喜乐 想到神的衣袍在我身上 我想到就很开心 神的衣袍在我身上 在神的眼中 我好像耶稣基督这么美善 这么美丽 这个以赛书61章 十节讲到的 我因耶和大大的欢喜 我因靠神快乐 因祂以整句为意给我穿上 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 好像新郎戴上华冠 要像新妇佩戴壮士 我当时就是这个经文令我非常的开心 我们在神的眼中就好像新郎 新娘一样 这么美丽 我非常的欣赏 后来我看到 其实神很多很多各方面的恩典 我们是被神特别的减赏 有很多的恩典为我们预备 我们越进入神的恩典 越生命越丰富 越回应神 生命越多恩典 所以这个经文 我希望你们放在记忆里 真的说 神啊 你为我们预备的恩典 是我们没有想过的 是这么美善的 我真的要感激你 我真的要享受你 真的要活出这个恩典 越在这个恩典 越丰富 生命越丰富 越喜乐 越有力量 人就被吸引 哈雷路亚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哈雷路亚 我们就想一想 很多基督徒 这个警告了 都没有活在这个恩典之中 他们是很多批评论断 很多要求 很多内疚 所以活得很辛苦 没有力量 然后如何 如何可以活在神的恩典中 就是除掉这些拉致 以前有人轻看我们 我们就觉得自己没有用 你心中现在 有没有觉得自己没有用的 非常轻看 有自备感 但我们相信 我们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需要有这个自备感 我们是非常重要 要处理这个垃圾 然后见见神 在见见神的时候 看到神的同家 神是看中我的 然后实际上 怎样建立我们的 信念 相信我们是非常宝贵的 这是细想圣经的话语 活在神的话语 活在神的恩典 也常常为人祷告 当我们看到人的生命改变 当我们看到人的生命改变 我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人的生命改变 我们也更相信 我们去宝贵 我们能够帮助人的生命 我们能够提升人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就提升了 希望我们看到 我们真的 神给我们很多力量 资源 恩赐 机会 都是为了建立我们的生命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荣耀贵族 神祝福你们 神祝福你们 与你们同在 希望我们都真的 能够宣扬 神的美善 神的美德 祂的恩典 祂的恩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